可以看到日本媒体这两天也是大篇幅报道 其实前总统李登辉因为他从小就接受日本教育 历经了黄明化运动 因此他也有一个日本名字 眼里正男 而李登辉他也崇尚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事实上过去这几年 其实李登辉他也多次到日本去参访 用流利的日文来发表演说 还特别喜欢唱日文歌 其中有一首是千锋之歌 据说是每天必唱 八十六岁大寿前总统李登辉和妻子张文慧 温馨合唱最爱的日文歌 就是这一首千锋之歌 我每天都在乎 昨天太太有在乎 那是习惯了 那这条歌好像不习惯了 那这条歌好像不习惯了 不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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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我坟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 没有离开人间 化为千缕的微风 翱翔在宽广的天空里 千锋之歌的歌词 也许不是那么适合 生日的时候演唱 却让原本觉得人死了 什么都没了的李登辉 对人生的生死有了心体悟 对日本情有独钟的李登辉 除了爱唱日本歌到日本访问时 也一定带着竭离超过70年的曾文慧 2007年这一年到澳洲戏道时 两人被美景感动的 当场即兴做牌具 你一句我一句 夫妻两人的牌具 海北工程县瑞岩寺做成巨碑 让李登辉很骄傲 在日本统治下长大的李登辉 崇尚武士道精神 历经黄明化运动 有个日本名字叫做 在二战期间不幸死在马尼拉战役 战后被日本政府以眼里五则之名 入册靖国神社供奉 李登辉曾感叹身为台湾人的悲哀 为了吊念哥哥 2007年他不顾外界争议 坚持进到靖国神社 曾说过自己22岁之前 是日本人的李登辉 是台湾人 但骨子里却有着日本魂 明日新闻综合报道